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警察學院就傳出了 有學警在考試期間集體作弊的疑魂 根據媒體的報導 這件事至少有留存著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 就是當一班學警在進行不試期間 其中的七名學警 偷著那個考官 他一走到其他考試場地的樹進行巡邏 他們就馬上拿出貓子來抄答案 在抄抄的期間 當然就是被那個考官當場斷正發現了 於是就揭發事件 第二個版本就說 其實這次不是不試 而是進行一個叫做模擬的實習史 只不過警員就要在這個情景或者搜查現場 落寶把情況寫下 而且必須要用一本新的筆記寶 不能夠用一本舊有的筆記寶 以防作弊 但是當其中一些學警 把本寶掉落地的時候 就被考官發現 原來你那本寶是曾經寫過很多筆記在上面 於是就揭發了事件 無論是哪一個版本 其實都是牽涉到關於作弊的情況 至於警校方面 用什麼辦法來應付有學警涉嫌作弊的事件 無論是哪一個版本的報導 都說明了一件事 就是考官決定放生這班學警 官方的回應是怎樣呢 警方說 現在正在了解有關事件 並且會作出跟進 如果證實有人員違規 定必會嚴正處理 無非在這裡撒官腔 撒太極 有還是沒有 暫時他們就不說出來 如果最後證明得到 這件事件是屬實的話 就能反映到幾個嚴重問題 第一就是香港警察制度 是由上而下徹底扶難 甚至乎蠶食香港警察學校 大家試想一下 這班所謂的學警 當他們連應付一個校內考核的時候 都是欠缺誠意 都是沒有守法的觀念 都說要拿貓子出來抄答案 或者是把答案預先寫在筆記簿 然後帶去考試諸如此類 其實他們都是想找一個灰色地帶 如果沒有人發現的時候 那就好地地 那就過了骨 如果被發現的時候 原來斷正了 都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 到他們正式去當警察的時候 你說他們會不會有一個很嚴謹的守法意念 好了 這又引伸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包庇問題非常嚴重 當然這反映到上有好者下必甚嚴 上邊那班的人都互相包庇的時候 那些高層互相包庇的時候 更何況那些基層的警員 那些行必的散仔 甚至乎是根本上未曾進入警隊編制的學警 當然這兩個問題都是源自於一個核心 就是香港的警權是沒有任何制約的 監警會是沒有牙老虎來的 投訴警察課就是自己人查自己人的 故此香港警察如果調查清楚以後 就好向市民交代究竟你警校裡發生了什麼事 起碼都要有一個說法 那為什麼這些學警會去作弊呢? 連校內的考核都會作弊 沒有辦法 大家可以看看一個數據 就是源座級警員 即是省仔的學歷分佈 在2019年至2020年度的630名 新入職警員當中 竟然間有282人 只是拿著一張偽進文憑畢業 即是佔了百分之四十四 十個當中有四個半就是偽進仔 這樣的時候 這些人本身在教育制度裏面 就是一個邊緣人 就是一個失敗者 他根本上沒有辦法 用他自身的能力和資質 來應付中學考試 即是文憑市 以前叫做會考 他就要去讀所謂偽進的課程 偽進課程基本上你給了四十四 就肯定會畢業 我都沒聽過有人是偽進文憑都不畢業 我真的沒聽過 除非他自己不讀 如果他肯去上課 肯去隨便考試 肯定會畢業 故此如果真的有學警者去作弊的時候 肯定是跟學習能力有關 我絕對不是說要搞學歷歧視 只不過如果一個人十多歲 他連坐定在溫習 溫一年的時間去應付文憑考試 他都沒辦法專心得到的時候 證明得到這個人一來 知識、學識、文化水平方面 就不行了 第二就是這些人 沒有什麼耐性和耐力去處理一些問題 基本上就是不適而去配槍 故此為何外國警察招聘的時候 要求他起碼有差不多的學歷 就不是說要搞學歷歧視 而是他通過了一個大專院校的 下培訓學習的時候 其實是訓練他的邏輯思維 和理性思考 當他去處理問題的時候 在電光火石之間 他會控制得到自己的情緒 但是這個也是相對的 不是絕對的 不過 比起這班盲字都不懂得多隻 英文就只會說單字的 魏晉文憑畢業生來講 就好得多了 所以 以前港英政府 為何被這麼高薪去養警察 無非就是一個政策叫做高薪養廉 但是現在就不是了 竟然間在九七主權移交之後 將招聘警隊尤其是省仔的學歷條件 降低到魏晉文憑畢業 但是當降低了學歷要求的同時 人工和福利是沒有降低的 變相其實就是用一個高於市場的薪酬和福利 來聘請這班魏晉文憑畢業生 這代表什麼呢? 這班人肯定會一輩子被你綁定在警察的位置 肯定就是要百分之一百為你特區政府來賣命 因為當他要重投這個自由市場 勞動市場的時候 他是不會找到另外一個職位 是可以好像他在警隊那樣 有這麼高的人工 這麼好的福利 甚至乎是可以申請警察宿舍的 在外面一定沒有一份工是可以讓他這樣做 故此現在你就不是高薪養廉 而是高薪維穩 就是用高於市場的薪酬和福利 請一大堆這些人為你特區政府去賣命 好了 這班人可能在初期的時候 都會有一絲毫的敘舊感 也不奇怪 但是當他考慮到一件事就是 不做警察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沒有出路的 就是找大份工的人工得一折 做一條毛嗎? 是不是先呢? 所以搞一下搞一下 現在變成這個局面 怎麼會有人去辭職呢? 不是說沒有 好像說有幾百個人 受不了就走了 但是佔的比例就少之又少 那班人相信來說 要不就是良心非常之重要 覺得 將良心放在金錢之上 或者就是他根本上的學歷 是可以使得到他找到第二份工 那他就申請人 對不對? 但是你說這一班 就肯定不能申請 申請去哪裏? 啊? 得主有這麼偽進民憑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但是看來這個問題 也不會解決到 也不會去解決 因為他根本上就是想做到這個客觀效果 不過 現在國安法通過了以後 到時候 你這班人會不會變成一個二樓的執法部隊 二等的執法部隊 國安人員才是一樓的執法部隊 一等的執法部隊 到時候大家知道 對不對? 你這班人不用這麼得戚 不需要有風使盡你 這個世界真是十年何當 十年何世 好了 我們另外再看看近年 由於警隊的聲譽不好 官感被人又差 故此 投考警隊的人數就暴跌 我們看看這些數字 在2019至2020年度 本來目標招聘是195名督察 即是白衣 那些 以及是1620名原座級警員 即是散仔 至今只聘用了136名督察 和630名警員 整體投考人數都有下降 即是基本上就不能達標 請不到這麼多人 好了 投考人數到底跌了多少呢? 投考督察的 1819年度有7350人 到1920年度 就跌到4709人 好了 投考警員的 由1819年的10500多人 跌到1920年度的6138人 跌了接近有四成 除了投考人數暴跌外 原來根據一些消息所說 就說香港警隊加強了對於投考人數的背景審查 避免要招聘到有些黃絲進入警隊 導致有不同的政見 故此使招聘更加困難 這個就是他自己拿來的 對不對? 而且較早前大家都知道 香港警察在海外的大學 貼招聘啟示的時候 就被當地學生會叫他撕下來 不要貼 其實現在那些人去投考警隊 就不僅有薪酬方面的考慮 而且在交友方面 在和親戚的相處方面 很多事情要考慮 包含在薪酬那裡 對不對? 不先 今年過年就只是爆發武費 明年正常的時候 會不會大家親戚 撞口撞臉的時候 去屯敗面左左 很麻煩 不過這方面的代價 已經包含在高於市場水平的薪酬那裡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